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听的这个例子实在是非常精彩 其实今年2013年是一个投资方面的很好的一年 房地产也好 或者是在证券市场也好 只是要有投资回报的 今年都是很好的一年 但是今年的税也涨了 明年的税也会涨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李佳音都很关心 怎么样另外打开一条很安全的 然后又有高回报的投资之门呢 对 你知道在家里头 每个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投资管道 去年呢 有一对夫妻来听我的演讲 听了演讲之后 就讲我们提到了这些退休基金 以后退休该怎么办 所以这一对夫妇也开始非常的警觉 看看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退休计划 他们当时决定是要决定买房子 所以把他们手上很多股票都卖掉了 要买房子 结果呢 就像周乐小姐刚刚讲的 今年的房地产很好 太好了 抢不到房子 抢到了一栋 两个人就已经辛苦的半死了 要抢第二栋是怎么也抢不到了 他们抢了一整个夏天决定不抢了 然后剩下的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打电话来给我 说去年纪的听了 我讲到了一个投资型的年金 想问问看现在的利息是怎么样 给多少 对我就跟他讲这现在利息是7个percent 他说7个percent 对他说现在还有7个percent吗 我说对实际上是更好 为什么呢 7percent它只是一个底线而已 每年帮你锁定一次 然后这一年当中如果说超过7个percent的话 他就加给你 就是帮你高的20percent就锁给你20percent 他也没有封顶 就是说股票市场现在涨百分之百 你就拿百分之百 不像某些其他的基金或是年金 会有封顶的 而且呢你也可以随时把钱拿出来 如果你又觉得过两年 你又可以买房子的话 你看一看你赚了钱 你还是可以拿出来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弹性 所以呢他也要我帮他做了几份报告 把他们家的年龄啊 还有他的大概要投资多少的资产算进去 他越算越开心 然后就还要我帮他算了一个最坏的情况 就是说从此以后股票市场一路下跌 我这个7percent都可以拿多少 他这么算算之后还是觉得很滑的来 这个是有保底的吗 对当然是有保底 他就是我说情况好的时候呢 如果你很想把钱一笔拿出来的话 你就去拿 情况不好的时候你就拿他的终身收入 而且呢终身收入这个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他的太太也没有上班 他太太听了也很高兴 他说我也没有401K 我也没有什么退休账户 将来我要是我先生走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先生说哎呀我把你的账户全部都整理得好好的 所有的ID password我都有 你只要照着做 你买卖都可以 这个太太越听越迷幅 我说放心如果我命长一点 我一定帮你什么都处理好 可是现在就是什么都不晓得 所以他们也是在关心 是不是有一个人买 两个人可以享受的 因为通常在这一方面呢 都是家庭主妇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 有保证了吗 对除了设安金之外 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其他的 退休的收入 对所以他们也是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也是非常担心 他看了这个新的投资管道 他说这个真是太好了 然后就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说投资管道有许多许多 你愿不愿意承受这个risk 一点风险 对有一些风险 你要有风险的话 你也知道赚得多也赔得多 那种就是没有保障的 他听一听他说我不要有风险的 我有风险的我自己已经买了 我说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对你是最好的 就很稳当的 对他要而且也也有弹性 他也可以随时把钱拿出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建材行的老板一样 他现在生意需要周转 他的钱即使说是有有一点罚金 他也愿意缴 因为罚金如果只有4% 他赚了二十几个percent 他并不在乎那4% 对呀 他可以他做生意赚的钱可以更多 但是这个钱拿出来缴税的话 是缴income tax 或者是缴收入所得税 还是缴长期的launch capital gain OK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它是这样子 本金的部分是不用交税的 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每个月不是都有交你的保费吗 你的保费比如说交了10万块钱 今天你现金只只拿8万块钱 你基本上是不用交税 还低过10万 对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钱 年金是怎么样呢 年金基本上 如果你是用现金放进去 也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401k退休的钱 你是基本上没有缴过税 所以你要缴的税 是你当年的收入税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退休了 百分之多少就多少 那当然不是像你现在那么高了 比如说你现在的收入税是33% 你退休可能15%或是20% 低得多 对 所以呢你也要把这个差额算进去 对不对 你少交税也是多赚钱 当然 对 所以有些我等一下下一段我会讲 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因为很多人现在身边有很多钱 这里也有钱 那里也有钱 不晓得该用哪边的钱 也不知道要不要开始拿终身收入 然后呢就常常打电话来给我 又要我帮他算一算 到底可以活多久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能活多久呢 对不对 这个比较难算一点 对 每个人命都不一样 我必须要跟一个算命师两个人一起 并且那个算命师算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讲 其实照这个时候你就以缴税的方面来看 还有哪边赚的多跟哪边少 比如说你CD赚的钱很少的话 你就先去用赚的少的钱 你这边利率多如果有7% 你就晚一点拿 对晚一点拿 所以基本上有几个方法可以计算的 那我下一个阶段再跟大家慢慢分析 那当然好 所以说要什么时候退休才是最对自己有利的 其实我觉得要接近退休年纪的人呢 都要想到这个问题 也会问说你是62岁半开始拿钱好啊 还是65 或者是我可以赚钱我就一直不拿 等到70岁以后再拿 哇这个到底要怎么办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样才是精明的算法 我们待会要请问李佳音小姐 再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